2024年这场总统大选 是台湾有史以来 赌注最高的一次的选举 这一次特别大 因为有国际的因素在里面 关键性的这些影响 我自己也很惊讶 落差太大 情绪是最大 总统支持度达到38.7% 遥遥领先 短短的四个月里面会下 好像14个百分点 短短四年多 为什么突然这个崛起 强势崛起 如果没有这一个环境 不可能崛起 执政党 执政表现 赖差 激发了大量的 强烈的 深层的名愿 跟 是一样的 重大的变化 和报 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转变 这个 我们是3月13号 14号做的 你讲的sta 侯友宜的 冲天一怒 难得的出手 很稀奇 怒法冲冠 不过我觉得那个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那影响应该不至于太大 那这个后话 我现在要讲就是说 2024年这一场总统大选 是 台湾有史以来 总统大选 堵住最高的 一次的先举 所有的政治的堵住 都是很大的 所有的总统大选的堵住 也都是很大的 但这次特别大 因为有国际的因素在里面 那所以不止国人关注 这个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那关注什么 关注民进党能不能 维持这个政权 那如果民进党 不能继续维持这个政权 那整个台湾内部 两岸 整个国际情势 都可能发生 关键性的这些影响 所以 回到国内来讲的话 现在 钱秋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 侯友宜 是最强的母鸡 最强母鸡 其实我有时候 我觉得母鸡这种比喻 这个意涵上面有点古怪 但是这个蓝军很有创意 发明这个母鸡带小鸡 可是母鸡带小鸡的概念 就是说 母鸡带小鸡 一定要让小鸡吃饱 母鸡不见得吃得饱 母鸡搞不好被宰了 做了母鸡 肥了小鸡 现在如果你说 它是最强的公鸡 带着母鸡 跟着一群小鸡 这也不错 不过问题是这样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 2022这个地方选举结束之后 就开始每个月 做一次有关总统大选的调查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事情太重要 那我过去四个月 所做的调查 包括就是说 最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 他的支持度 那这个支持度的调查 当然就是 你很自然就会回归到三个人 一个就是 侯友宜 另外一个是赖清德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科文者 你已经把 谷海明直接排除在外吗 我觉得 我们也曾经调查过他 那等一下再讲 不过基本上就是这三个人 那我最近的一次 发现就是 我自己也很惊讶 我觉得这个 这个落差太大 落差太大 我用最快的速度讲 以四次的调查来讲 先谈科文者 科文者就没什么起伏 他很稳定 大概就在20%上下 两成的 两成上下 但是呢 这个侯友宜跟赖清德 出现非常大的起伏 而且 这个侯友宜的起伏 是最大 比方这样讲 2022年12月 他那时候选举刚结束 气势最强的时候 他的总统支持度达到38.7% 摇摇领先赖清德 摇摇领先赖清德 我们这边有数字 摇摇领先赖清德 9.7个百分点 但是呢 从趋势来看 从那一个点之后 他就一路下滑 下滑到最近的一次 24.8个百分点 他已经下降了 减少了足足 14个百分点左右 而且落后于赖清德了 落后赖清德 11.4个百分点 赖清德也是大起大落 但是呢 他现在的声势是往上 侯友宜现在声势往下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昨天在 特别觉得应该 做一点政治科学的解释 就是说 我们先不谈 就是说 谁赢谁输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说 看起来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侯友宜的声势 是从很高的 38.7% 这就类似当年 宋楚瑜在公元2000年选举的 那一次的 他的一开始的气势 但是为什么在短短的 四个月里面 会下滑14个百分点 到底是为什么 我去问了一个 我 就是说 我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现象 在思考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 所以我要问的 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侯友宜 凭什么累积了 这么高的支持度 侯友宜 在过去短短四年多 为什么突然这个 崛起 强势崛起 对不对 那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但现在他已经在往下了 未来会不会继续往下 不知道 不知道 也可能再重新往上 那么我们不晓得 那是一个大问号 那我归结 他为什么过去四年能够这么强势 崛起 我觉得我们 必须要用比较科学精准的这个 语言去形容他 如果就是说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 蔡英文 总统所领导的民进党政府 在过去六年多来 在内政上面的诸多的 争议性的施政表现 让这个侯友宜 有机会壮大起来 送分给侯友宜的概念 如果没有这一个环境 侯友宜不可能崛起 2018年也不可能赢 这个苏贞昌 29万多票 不可能的事情 你从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你持平的去看这个事情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苏贞昌是 四年前 四年多前 那是2018年 那无论如何 他还是这个老县长 还是当过行政院长 还当过民进党党主席 他是党内这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而且他是一个高人气的 民选政治人物 为什么会输给侯友宜 29点多万票 其中必定有 除了侯友宜个人的因素之外 一定有其他的因素 那其他因素就是 蔡政府的执政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想想看 2022年 这个林嘉龙被认为是民进党 至少蔡英文认为是最强棒 党内也公认了 这是最强棒 没有人比林嘉龙更强 可是出来挑战这个侯友宜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输了46万票 那是因为林嘉龙真的这么差吗 我觉得不是 基本上地点也不对 基本上不是 就是说他以他的个人的条件来讲 他不是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2022年跟2018年的民进党的选战的挫败 都有一个同样的根源 就是来自于执政党 执政表现 太差 激发了大量的强烈的深层的民怨 这个东西就让在野党里面 一些政治人物能够崛起 坦白讲 侯友宜在过去四年的这种高人气 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或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 那不可能出现了 侯友宜的出现 其实或者他的崛起 他的高人气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跟韩国瑜是一样的 跟韩流是一样 那韩流还有韩国瑜个人的奇特的一些魅力 奇特的魅力所造成 那侯友宜也有他自己的频繁的魅力 其实他个人也有一些特质 是不错的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重点是这样子 如果侯友宜过去多年 所累积出来的高人气的一个前提 是民进党施政表现奇差 民怨很强的情况下 那现在形势可能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我举那个怪兽的例子 我经常我喜欢举怪兽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我说像戈吉拉 对不对 戈吉拉 大家都看过怪兽电影 很多人看戈吉拉 戈吉拉为什么会那么强大 会力大无穷 会喷火 然后刀枪不入 枪弹不入 会吸收 对不对 他吸收什么 那以电影的情节来讲 他是吸收这个核爆 对对 这个 攻击他的 美日 美国的核爆 让他这个 对对 壮大起来 所以还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如果他 这个核能量已经吸收不到了 他就会萎缩 他就大支的变小支 对不对 那这个会出现这样子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强是什么定义 我跟你讲民调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能民调可能有人也不接受 就民调最强也不见得是最好后选 但是你要产生一个后选 总是需要一个办法 对 这个办法是什么 是 这个办法 民调大家有共识 那就照这个 那 照这个游戏规则 现在还是不知道 所以问题出在这里 另外一个就是侯友宜本身 我觉得 要成大功利大业的人 这个 都是要冒险 如果说台湾是一个政治冒险家的乐园 人家讲说这个户贵选中求 你这个 也许你自己觉得你还没准备好 你还没有准备要对外宣布 可是你要知道 选民会等你 等到你准备好 然后给你鼓掌 不可能的事情 选民也会重新评估 重新思考很多事情 对不对 那所以 我昨天有感的发现那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新民粹强忍的落难记 落难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你的支持度 整个大幅下滑 你也不晓得你会不会 未来会不会上来 未来会不会上来 不知道 那你其实 可能就是过于谨慎 或者是真的还没准备好参选总统 所以需要时间 他需要时间 那可是问题是选民 能等吗 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的整个民意知识度下滑的 最根本的理由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龙器座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 用料实在 简单一池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 好 好